这个好看 您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街角那家店 霓裳 晴天 我娘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啊 你先别问了 欧阳公子 我娘怕耽误了您的事 所以另外派了人 听从您的调遣 不用客气啊 随意使唤 什么事啊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文秀愿为公子效劳 还希望公子 不要笑话文秀愚钝才好 公子啊 淮州有很多 有名的公益作坊 也有好多新奇的小玩意儿 不如我带您去逛逛 不必了 今日只看布匹 不看别人 公子啊 快到中午了 如果公子想了解 淮州之秀风貌 不如娶文秀 去喝一杯茶 文秀慢慢讲给您听 如何 不用劳烦姑娘了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就先告辞了 姑娘请回报 公子 师父在这里等我吗 坐坐坐 坐 好 师父呢 我骗她的 看我 还要骗她的 帮我上去 不要 不吃了 警察 我骗她来 我骗她 你骗她的 我骗她 你骗她的 我骗她 我们骗她的 我们骗她 又骗她 我骗她们 我们骗她儿 我骗她们 哎呀 现在我们骗她们 好像她的 她们为她 设置 沈庄主的事也不急嘛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集市四通八达 要怪就只能怪你们为了逃避在下 慌不择路罢了 公子误会了 我们没有要逃开 你师父派你来 你并不愿意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的话 卫敏也太没担当了 你说谁没有担当 你说谁没有担当